明天要进入危险的小镇 阿呆准备今晚早点休息 退出游戏 打开游戏团 阿呆伸了个懒腰 晚上八点不到 黄明游戏公司三组内 还是一副活力满满的样子 大多数打工人都还在电脑前加班忙碌 三分之二的游戏仓都处于开启状态 准确地说 三组24小时都有人加班 哎呦 一群奋斗逼 顺手拿起手机查看 手机里有几个未接来电和几套讯息 阿呆 新工作怎么样 习不习惯 首尔这届队伍实力和以前一样弱 我看了他们的预选赛 横向比较 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哼 他们玩音的 赢了 好嘞 躺平 嘻嘻嘻 不错吗 我朋友说你干得很不错 帮了他的忙 没给我丢脸 我就知道你行的 加油 未知号码 阿呆先生您好 您的住宿已经安排妥当 请前往前台拿取您的工作证和宿舍卡 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 得 员工宿舍安排了 这下没办法住酒店了 阿呆耸耸肩 回复夏希 比赛完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 见到夏希没有立即回复 阿呆便收起手机 去公司底楼前台拿了工作证和宿舍卡 宿舍离公司很近 就在相隔两条街的园区内 步行过去只需要十分钟 阿呆顺路去隔壁的便利店买了点生活用品 拿着宿舍卡进了园区 一边向前走 阿呆一边查看着前台小姐姐 给发的宿舍入住说明手册 一个别墅有四个人住 每个人都有分开的独立房间 独立洗手间 独立书房 独立游戏室 这家公司福利待遇这么好 阿呆暗暗惊讶 记得以前 他当职业玩家的时候 也没这么好的待遇 别墅每天都有阿姨负责生活起居 帮忙清理房间 冰箱里24小时 都会有新鲜的食材供应 如果晚上想吃宵夜 还可以打电话让厨师送过来 卧槽太好了 这么豪华 看游戏公司真这么赚钱的吗 我住的是顶级别墅区 这里还有高级别墅区 普通公寓区 和高级公寓区 公寓区的条件相比来说 应该差得点 阿呆收起手册 他抬头四处张望 在园区内 寻找三号别墅的位置 正巧 迎面走来两名年轻人 二人一路有说有笑的 其中个子较高的那个手里 还拿着一罐啤酒 他们注意到了 在找方向的阿呆 你走错路了 前面是别墅区 公寓区在哪边 阿呆低头看了眼 房卡上的数字 没有错 我住在三号别墅 三号别墅 肖智杰一愣 他凑过头去看了一眼阿呆的房卡 脸上露出怪异的神情 还真是三号别墅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三号别墅就在前面 往前到底 右拐就到了 谢谢 几人擦肩而过 肖智杰越想越觉得奇怪 他扭头又看了一眼阿呆 回头与同伴寄开小声鼻鼓 那人你们见过吗 他好像是新来的 住在三号别墅区 我也没见过 你刚才不是看过他房卡了吗 叫什么 阿呆 哦 有点印象 之前听人士步老女人 在背后议论过 不久前刚有一个走后门来的人 被秦总特批入职了 就叫阿呆 走后门来的 肖智杰眉头紧皱起来 顿时有些不喜 整个黄民游戏公司 只有三栋顶级别墅 最多容纳12人入住 享受最高级别的待遇 一直以来黄民公司都有传统 这三间别墅 都是留给公司 最优秀的12名玩家入住 这12人代表了 整个黄民游戏公司 最顶尖的实力 连我都没有资格入住 最高级别的别墅 凭什么一个走后门 新来的人可以 哼 之前秦总还说什么宁缺无烂 现在来了个朋友 就直接入住 肖智杰心里有气 开始不停的发牢骚 又来了个什么都不懂 只知道瞎指挥的老总 再这么到下去 我也想离职了 季凯比较冷静 他劝说道 人事部那个老女人说的 也不一定是真的 再看看 肖智杰撇撇撇 心里越想越觉得不舒服 行 按你说的 眼见为实 我来试试他 肖智杰有点上头 他将一拉罐里 剩余的啤酒一而进 喂 你想干什么 别自找麻烦 且 怕什么 一个走后门进来的人 能有什么能来 肖智杰说着转过身 举起手里的一拉罐盘子 朝着阿呆后背扔了过去 阿呆正向前走着 对背后袭来的一拉罐 好似全无察觉 我就说 是个走后门的 肖智杰说着 嘴角露出一个不屑的笑容 但下一秒 这个笑容僵在了脸上 眼看着啤酒罐子 即将击住阿呆的后背 阿呆连头都没有回 稳稳伸手 接住了背后袭来的一拉罐 记开眼睛里 闪过一抹亚异 刚才还说人家是走后门来的 这下傻眼了吧 阿呆慢慢转过身 看向肖智杰 完了 得罪高完了 肖智杰被阿呆的动作惊到了 他立即意识到阿呆 才不是人是科老女人 说的那样走后门进来公司的 迎着阿呆投来的目光 肖智杰尴尬的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啊 是我不好 刚刚不小心手滑了一下 没关系 阿呆温和的笑了一下 下次小心点就好 肖智杰松了口气 心想还好 对方脾气较为温和 还给你 他说着将手里的一拉罐捏成一团 枉被用力 被捏成团的一拉罐 向肖智杰砸了回去 残忧 肖智杰闭不及 额头上被一拉罐砸了一下 立即红肿了一小块 不好意思啊 手滑了一下 阿呆露出一个歉意的笑容 感谢观看